尊者,射利福的一生 序言 在斯里兰卡的许多寺院中,您会发现佛像的两侧各有一尊比丘雕像 他们的袈裟披在肩上,双手合十,恭敬的站立 他们的脚下常常有一些虔诚的信徒所供养的花朵 如果你问他们是谁,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觉者的两位首席弟子 即阿罗汉射利福和摩赫木间连 他们站在自己生前的位置上 射利福站在佛陀的右边,摩赫木间连站在佛陀的左边 上世纪中夜,桑奇大射利塔被打开 人们发现射利市里有两个实质容器 分别是,北边的一处供奉着摩赫木间连的射利 南边的那一处则装有射利福的射利子 就这样,几个世纪过去了 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演了人生无常的巨马 他们却一直静静的躺在那里 罗马帝国起起落落 古希腊的辉煌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新兴的宗教,在地球的变迁中 书写着自己的名字 常常是用血和火 最后却与底比斯和巴比伦的传说融为一体 商业的浪潮 逐渐将伟大的文明中心 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 而从未听闻佛法的世事代代升起又灭去 然而,在圣人的骨灰 安放在生养他们的土地上 而不被打扰 遗忘的这段时间里 无论佛陀的教义传播到哪里 人们都对他们带着深切的怀念 他们的生平记录代代相传 先是口耳相传 然后写成了佛教的三藏经典 这是所有宗教中篇幅最长 内容最详尽的经典 在上座部佛教国家中 除了觉者本人之外 他的这两位弟子是受到佛教徒尊崇的最高人物 他们的名字与佛陀本人的名字一样 在佛教史上逆不可分 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生平传统中编织了许多传奇故事 那也不过是人们对他们的虔诚之心的自然结果 这种崇高的评价是完全有道理的 很少有宗教导师能像佛陀那样 其弟子对其如此推崇被制 当你阅读这几页时 你就会发现这一点 因为这几页 讲述的是其中最伟大的两位弟子之一 舍利弗的故事 舍利弗在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以及传授解脱道的能力上 仅次于佛陀 三藏中 没有关于他生平的连贯记载 但可以从散见于经典文本 和注释中的各种事件中 拼凑出他的生平 其中有些事件不仅仅是偶然事件 因为他的生活与佛陀的生活和传教密切相关 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且在许多场合 舍利弗本人扮演了主要角色 熟练的导师和模范 作为仁慈和体贴的朋友 作为他所负责的比丘福指的守护者 作为佛陀教会的忠实传承者 因此被尊称为佛法护卫 佛法大将的称号 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色 他的耐心和坚定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思想 言语和行为都是谦虚而正直的 他是一个只要受人点滴之恩 救会终生敏感五内的人 即使在阿罗汉中 从一切贪欲与愚痴烦恼解脱出来的圣人中 他也像星空中的满月一样 熠熠生辉 这就是他 一位具有深邃智慧和崇高天性的人 一位伟大导师的真正弟子 我们在接下来的篇幅中 将近我们所能讲述他的故事 如果读者朋友们 能从这些不完美的记录中 了解到一位完美的人 一位完全解脱 并提升到最高境界的人的某些品质 了解到这样一个人如何言行举止 如何对待他的同伴 如果阅读这些记录 能给你力量和信心 让你确信 人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有价值的 是完全值得的